家人们这次房改以后 怕是大部分人手里面的房子都不值钱了 我之前就提过 今年开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尽管想 刚刚大家说完了 新一轮的刺激可能会很猛 马上就有新房改其中的消息 先说一下结论 一共两个商品房会更高端更贵 保障房会很便宜 要向下保证低收入园群 有房子可住 这是向新加坡模式调整了 7-80%保障房 2-30%商品房 也就是说商品房可以随便 对吧 视频有点长 大家耐心看完 因为跟您息息相关 对吧 我就直接上干货了 第一个就是商品房 必须要玩高端的了 普通的产品没机会的 一定会淘汰的 高端这人就更贵了 我们看一下原文第一句话 他就说让商品住房 回归商品属性 这句话是本次新房改里面 最重要的 严谨听听啊 首先确定了商品房 商品的属性 商品属性 无非两个维度嘛 第一个产权 第二个价格 产权这是没有提吗 就是没变化了 所以所谓的商品属性 就剩下价格了 商品的价格原则上是市场决定的吗 之前跟大家说过 影响商品价格的 第一个供求关系 第二个货币属性 那价格在当下来看 我觉得更更要看一下货币的属性 也就是市场上有多少钱 决定的物价的高低 再来看一下 这里也明确说了 要回归商品属性 重点 在回归二字 为什么要回归呢 事实上 从今年开始 我们上面呢 一直都在提升房价 当然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 原文也可以告诉你 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 是为了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所以商品房要涨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所有买的这些 所谓的商品房都要涨价呢 我告诉大家 你错了 原文也说了 要满足改善需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 之前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房子涨不动 除了老百姓没钱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下的房子 其实没有什么品质可言 没有一个产品思维的 就千篇一律的这种产品 这种产品是没有办法 激起老百姓 买房换房的欲望跟冲动 所以本次商品房 要涨的话 体现两个方面 更好的地段 更高的品质 显然我们现在 大多数人买的这些商品房 是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所以今天说的 要回归商品属性这些房子 主要集中在未来 房地产市场出清以后 才有 其次 目前核心地段的老房子 也有可能迎来拆迁 当然这两点是有条件的 对不对 第一个 要彻底刷新现有的房企 说直白一点 这个事只有正规军 才有实力去做 这里我点到为止不多说 这里第二个 要特别强调一个重点 保障房从何而来 重新建吗 太慢了 之前深圳四点的时候 我就说过我们买的这些商品房 以后很有可能会通过中介回购的方式 变成保障房 当时很多人都不了解 对吧 不理解 今天你来回过头来看看 好像就这个态度了 原文呢 大家也可以去看 对吧 是明确支持回购的 办这个事呢 就像你找一些像贝壳这样的企业 两个原则 市场化 法制化 对吧 这里就聊到了保障房了 他主要针对的人群 这是这种定义 工薪阶层和买不起的房 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本地的重人加外地的重人 为什么要保障重人呢 因为未来城市的财富想要守住 就得靠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的重要 不是用来贡献多少GDP 而在于挤兑大城市有钱人去改善 最终贡献GDP的还是有钱人 当然了 这里属于保障人群 还有一些机关单位的 还有一些企业引进的人才等等 所以这次也额外强调了 保障就只能是保障 如果你不住 那是要被回收的 对吧 各种监管肯定会很严 这里就不多说了 主要体现的就是应保进保 首批试点的单位 而不是单位 城市要求 是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所以很多人不确定 自己的房子 到底有没有升值潜力的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态度 包括这个名单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 此外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边我们允许 这35个城市去搞这个事 但如果你要重新盖房子 建立在增加隐性债的基础上的话 那就别干了 不能增加地方债了 最后说一下 为什么这次的重磅是新房改 首先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大佬们自己说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文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房改多重要 很久以前 我们的房子只能是福利分房 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种保障法 一直到1998年的时候 商品房开始补给 我们就把1998年的这个房改 称之为怎么样 第一次房改 那98房改以后影响有多大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一直到今天 这个14号文件呢 被语为新房改 说白了就是房改之前都是保障房 房改以后呢 商品房主导 这次新房改的目的 这是居中 保障归保障 商品归商品 所以从规模上看呢 商品房是要收缩的 那保障房是要扩大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你现在这种房子 它能成为商品房的机率有多大 商品房呢 就是要成为少数人 有钱人的专属房 其实啊两集分化 我一直都有给大家提到过 只不过是 没想到来的这么直接 好了 猪海买房几百万的事 不问张同学家经历吗 关注我 我是实话事说的 张同学 明镜与点点栏目